小米是Ultra 它搭载的这块屏幕支持120Hz 10bit HDR10家 除了PPI不高之外 其他的核心参数可谓强劲 这块屏幕就是由TCL旗下的华星光电独家供货的 纯正的国产屏幕 这意味着国产OLED屏幕终于可以打入顶级阵容了 不是Made in China 而是Created in China 真正的中国创造 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芯片 国内的差距确实巨大 但是这块屏幕是不是意味着这方面就不再受限于人 意味着国产屏幕崛起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国产OLED屏幕的进化之路 好屏幕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久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记得三连本视频 点赞收藏 投影币 OLED相对于LCD的优势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实用性OLED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中国人 邓清云博士 1979年的一天晚上 他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有东西忘记在实验室 回去之后 他发现在黑暗中的一块做实验用的有机蓄电池 在闪闪发光 从而开启了OLED的研发之路 而有机发光二极管这个名称 便是由邓清云博士命名的 1997年 日本先锋第一个商业化生产了OLED屏幕 并用在了当时的汽车音箱上 而此时国产OLED的研发之旅早已经开持了 1996年清华大学成立了OLED项目组 2001年12月 这个OLED项目组独立出来 成立了公司 启名维信诺 是的 维信诺便是国内最早进军OLED屏幕的公司 2002年1月 中国大陆第一条OLED中视线建成运行 满大满算 维信诺比三星进军OLED还要更早一些 2000年的时候 三星才成立了OLED项目组 但是三星后来居上 2002年就开始构建AMLA开发线 并于2003年实现了量产 而此时距离华新光电的诞生 还有7年距离京东方进入OLED领域 还有8年时间 2010年4月 维信诺与友达光电合作 推出了2.4英寸AMLA器件 5月 维信诺与昆山公园院联合成立了 昆山平板显示中心 建成了国内首条AMLA中视生产线 正式进入AMLA领域 同时2010年 华新光电诞生 颇具传奇 这段非常有意思 2005年底 深圳制定了平面显示产业的发展规划 并最终演变成了巨龙计划 真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我们的产业 05年下半年 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下 TCL等多家公司成立联盟 随后巨龙光电公司成立 最早愿意提供技术支持的 便是京东方 但合作之初因为沟通问题 让夏普钻了空子 夏普表示愿意提供技术支持 并声称京东方技术有限 但是签约之前 夏普突然改为和南京合作 巨龙计划迈入了死胡同 大家把巨龙真难 这四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 这个时候出来救火的便是TCL TCL表示要组建团队自主建线 要知道显示产线的投资 极其昂贵 成了便是深圳有史以来 最大的工业项目 败了 输的可能是整个TCL的未来 现在看来当时的TCL 还是相当有气魄的 干 2007年TCL和三星 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 建立了第一个业精模组厂 虽然这个厂原本是给三星代工的 但项目的成功 让TCL拥有了自主生产的能力 这位华星光电诞生埋下了伏笔 夏普的毁约更是断了深圳 想要国际合作的念头 自主才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TCL旗下华星光电挂牌成立 这个时候的华星光电空有个名字 缺人 不过生逢十日 当时的台企因为市场衰退和亏损 大量员工选择跳槽 3月华星光电招到了核心的70多人 才算是真正的开工 2013年10月 华星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建立8.5代生产线 这算是华星光电正式打入AMLA阵营 其实国产屏幕的发展史还有数不清的坎坷 但最终我们还是打下了半壁江山 2019年群智咨询发布的 全球AMLA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里 前6名有4名是中国企业 但即便如此 三星依然吃下了85.4%的市场份额 是国产企业总市场份额的7倍 虽然不算赶了晚级 但是国产平常明明起了个大早 甚至比三星还早 却为什么一直要慢上一拍呢 这背后的问题核心和芯片那期基本一样 没有核心技术 很早之前的视频之中 我们有提到过AMLA的生产过程 简单来说 先在玻璃机板或柔性机板上 多次反复的成膜曝光时刻形成电路 然后利用争渡机 将有机发光材料通过高精度金属眼膜板 精准的沉积在背板上 然后再进行封装 决定良品率的核心设备就是争渡机 相当于OLED生产线的心脏 相当于芯片的光刻机 这下大家就明白了吧 到目前为止 争渡设备的高端产品被日本TOKIE冷断 它是佳能旗下的一家工厂 堪比光刻机厂商阿斯麦 2017年的时候 佳能TOKIE一年仅能生产 7台争渡机 虽然每台售价达到了1.4亿美元 约合10亿元人民币 但三星一家一次又买走了5台 一击难求 没有好的争渡机 产量和良率自然受限 随着2018年 韩国企业对OLED产线投资的减缓 京东方维京东等争国品厂 才能陆续采购到了TOKIE的争渡机 随后国产品的良率才出现了突破 但这只是国产突破的第一步 在OLED生产的过程之中 还有大量复杂和细节的工艺和步骤 比如争渡机争渡需要高精度的金属演磨板 没有演磨板 就无法让发光材料精准的沉积在需要的位置 除了上面提到的 还有光刻胶 偏光片 有机发光材料等等等等 简单来说 OLED生产的核心设备和原材料 几乎都被日韩媒等外国企业垄断 基业长青经济研究院 在2019年OLED材料系列报告里提到 OLED上游关键材料的核心供应链之中 没有中国企业 别人有材料 良率高成本低 那我们怎么打 这就是国产OLED智商 不过三星如果离开了TOKIE的争渡机 也可能玩不转 而2019年的日韩贸易战 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光刻胶 和高纯度孵化氢等 数种半导体以及OLED材料 对韩国的相关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同样三星高端M的发光材料 也并非完全自主研发 最新的M10材料 就选择了6家不同的供应商 但相比之前的M9 M10的韩国本土材料占比 从之前的11%提升到了44% 你看谁也不想被卡脖子 三星也是 但是三星对于产业趋势 以及技术的判断和把握远超我国 2011年4月 政府会下的深超投资 以15亿人民币的价格 将所持华星光电的股份 转让给了三星 同时TCL出资1亿美元 获得三星苏州项目的股权 形成交叉控股的战略联盟 2020年8月 TCL发布公告 春区与三星达成协议 预以10.7亿美元收购 苏州三星电子夜景显示60%的股权 以及苏州三星显示100%的股权 而三星显示将以苏州公司7.39亿美元 对TCL的华星光电进行增资 增资之后 三星将持股华星12.33% 成为华星光电第二大股东 如果这一次交易成功 一石多鸟 首先TCL相当于仅出资20多亿 就吃下了三星在我国的LCD业务 既给TCL留出了资金空间 也加强了TCL在LCD领域的绝对话语权 而对于三星 我国LCD的崛起 已经对三星的LCD业务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不如直接退出 坐稳自己的高端领域 同时加持了华星光电的股份 也可以位居幕后 以股东身份获利 不可不为妙照 很早之前 三星就开始布局了QD OLED QLED 等更加未来的显示技术 三星在OLED的成功会是注定的 早在OLED产业刚刚起步的时候 由于产量少成本高 大量的厂商扛不住压力纷纷退出 同样 上面的争渡机厂商 TOKIE也出现了48亿日元的亏损 一度面临破产 但是三星压住OLED 继续向TOKIE增单 帮助其度过艰难时期 随后加能收购TOKIE 才让它真正活了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 三星可以垄断高端争渡机的理由之一 我们甚至比三星还要更早进入OLED领域 但为什么我们的好评来得要这么晚 我们没有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的初期 因为技术引进 中国的工业精神进入了相对衰落的时期 既然人家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又何必再次研发费时费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外资在当时确实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不过最终我们陷入了技术依赖的黑洞 直到这几年贸易摩擦升级 我们在很多领域被扼住了咽喉 似乎才凸显出来 自主研发才是强国之时 核心技术才是强国之计 不过这期视频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过往 因为给国内企业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只是给大家客观的展示出 国产品的过往和它的发展历程 而且我们聊的仅是冰山一角 回顾过往 能够在今天站立不倒的中国企业 都离不开那段自主研发的历史 而这些企业以及企业背后努力的人们 也是中国创造的未来主力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中国工业精神 OK 本期内容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 不关的你 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